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刚刚过去的2008年经济危机 美国人在批评不实政策的时候 开始越来越多的提到了另外一位美国总统 富兰克林·罗斯福 正是他推行的新政帮助美国走出了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 出于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怀疑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追忆罗斯福 甚至发出了美国需要又一个罗斯福的声音 1882年1月30日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出生于纽约海德花园小镇一个上层企业主的家庭 他的父亲老詹姆斯·罗斯福和母亲萨拉安·德拉诺 分别来自纽约州富裕的荷兰裔和法裔的名门望族 1896年 罗斯福被送入以培养未来精英领袖为目标的格罗顿学校 在格勒顿公学他成绩优异 还积极参加各种体育运动及社会活动 从格勒顿公学毕业之后 他于1900年进入哈佛大学 攻读政治学 历史学和新闻学 1904年 罗斯福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 继续攻读法学学位 1905年3月 他与时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 埃里诺结婚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亲自参加了结婚仪式 使得结婚非常隆重 但富兰克林发现 大多数人都是奔着总统而来 由此激发了他从政的决心 1907年 罗斯福从法学院毕业 进入律师事务所任律师 1910年 罗斯福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开始涉足政绩 他乘着一辆红色的汽车 每天进行十多次的演出 最终当选纽约市参议员 1913年 威尔逊总统任命他为海军助理部长 他在任七年 表现杰出 主张建设强大而有作战能力的海军 此后 罗斯福出任马里兰信用与储蓄公司的副董事长 同时又重操律师印 就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政坛一帆风顺的时候 他因一次意外事故染上了致命的脊髓灰质炎 夏之从此瘫痪 在家人的鼓励照顾下 他经过两年的康复训练 用惊人的毅力战胜了疾病 终于可以借助特制的支架独立行走 1924年 他又主着双拐重返政坛 并在1928年当选为纽约州州长 1933年11月8日 充满自信 神采奕奕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富兰克林罗斯福 以绝对的优势轻松的击败了对手 前任总统胡福 当选为美国第32任总统 罗斯福知道 他的头等大事是克服弥漫在全国的悲观失望的情绪 为此 他在1933年3月4日就职的时候 发表了著名的旧职演说 这个伟大的国家会一如既往的坚持下去 它会复兴和繁荣起来 因此让我首先表明我的坚定信念 我们唯一不得不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一种莫名其妙的丧失理智的毫无根据的恐惧 他会把转退为尽所需的种种努力 划为泡影 在他就任总统的一百天里 他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出台了一系列应对萧条的政策法案 有效抑制了经济持续下滑的局面 是当时在危机中受苦受难 悲观绝望的民众看到了希望 由于金融业是经济危机的重灾区 罗斯福的新政首先从整顿金融入手 3月5日罗斯福宣布暂时关闭一切银行 3月9日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授权总统改组破产的银行 对银行开业实行许可证制度 并提供30亿美元的贷款帮助大银行恢复营业 随后又实行债务延期 禁止储存输出黄金等保障通货供应的措施 几天后原来的2万多家银行有一半得到了许可证 宣告恢复营业 从此重建了银行的信用 1933年美国放弃金本位制度宣布美元贬值 以刺激出口 1935年又颁布了银行条例 规定一切拥有一百万美元的州银行 必须在1942年加入联邦准备银行系统 以巩固国家的银行制度 扩大国家中央银行的权限和控制力 在调整工农业生产方面 1933年6月国会通过了全国产业复兴法 根据这一法案 罗斯福政府设立国家产业复兴委员会 作为该法令的执行机构 它的职责是将各个产业部门的各企业单位组织起来 组成该产业部门的协商委员会 共同拟定能够为参加者遵守的生产销售方面的规定 限制某一地区或某一产业部门在一定时期的生产量 避免盲目竞争与生产过剩 控制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同时给大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贷款 加强其竞争实力 全国产业复兴法 还对劳工关系也做了详细的规定 按照他制定的企业主营业规定 规定工人有权利组织工会 就工资和劳动条件与资方集体谈判 要求雇主必须遵守高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限制规定 在农业方面 1933年5月国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案 以政府给予补贴的形式 要求农场主缩减农业生产 减少耕地和产量 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 克服农业生产过剩 这次法案实行的结果是在1933年减少了 农田耕地一千万英亩 小麦耕地八百万英亩 政府购买并屠宰生猪六百万头 烟草生产量也减少了三分之一 随着农业生产的下降 加上1933到1934年遭到严重的旱灾 农产品价格开始回升 从1932年到1936年 农业总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出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几乎翻了一番 农业收入从1932年的19亿美元 上升到1936年的46亿美元 在新政中 救济是一个主要方面 新政初期政府规定紧急救济法 拨款五亿美元救济失业者 1935年又通过了社会保障法 建立基本的养老与失业的保险制度 在进行直接救济的同时 更主要的方面是以工代振 罗斯福上任后 从一开始就倾注了大量的力量 兴办大规模的公共工程 以扩大政府开支 来弥补私人投资下降而出现的空白 并解决了部分的就业问题 当时一个很受欢迎的公共工程 是由国民资源保护团负责的森林保护项目 他专门吸收18到25岁失业的青年和退伍军人参加 他们住在帐篷里进行森林水土保持工作 他们在密林中开辟防火袋清除危害森林的杂草 使价值4.2亿美元的自然资源获救 新政时期成立了许多诸如公共工程署 民用工程署和工程兴办署的机构组织负责公共的工程建设 到1941年这些机构建设了上半万个大大小小的工程项目 其中包括新建铁路的10% 医院的三分之一 公共建筑的三分之二 以及成千上万的桥梁 运动场水利设施等等 在外交方面罗斯福政府推行 牧林亲善政策 为了缓和和拉美人民的反美情绪 罗斯福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就宣布实行牧林政策 并提出民族平等的口号 承认拉美各国的独立主权 此后美国废除了强加给古巴的普拉特法案 撤回了在海地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的占领军 1934年美国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条例 并成立专门的进出口银行 给拉美各国提供贷款以扩大贸易 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上 罗斯福政府也采取了务实的做法 积极的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 1933年11月17日 美苏正式建交 结束了16年来 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的状态 新政史长期处于低谷的经济逐渐复 社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 面对国民收入50%的增幅 罗斯福唯唯动听的描述道 此时此刻 工厂机器齐奏乐曲 市场一片繁荣 银行信用坚挺 车船满载客货往来奔驰 美国的社会矛盾随着经济的复苏 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 美国的失业人口 由1933年的1500万 减少到了1933年的1260万 到1939年减少为850万 新政对于美国而言 是一场深刻的历史性的变革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新政使得联邦政府的地位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联邦政府的职权都在空前集中 国家权力全面渗透到经济的各个领域 从罗斯福本人到他的新政谋士们 都认为一个关心群众福祉 但犯错误的政府 比一个漠视人民疾苦 却无所作为的政府要好 罗斯福鲜明地提出了有名的四大自由的观点 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也第一次在基本人权中注入了经济元素 新的观念认为 在这样一个富有的社会中 还有赤贫现象是不合理的 非正义的 消灭这种不合理现象 应是政府和社会的目标 有劳动能力的人应有就业的权利 没有劳劳动能力或失去劳动机会的人 应该得到救济的权利 新政为美国建立系统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 罗斯福有一个明确的思想 与发财的机会相比 广大普通人所追求的更重要的是生活安全 新政的一系列立法 诸如失业救济 最低工资 养老保险 以及医疗保险等等 都是这一观念的体现 后来历届政府又加以发展 成为今天的福利制度 美国逐渐成为福利国家 普通民众的生老病死有了基本的保障 大大的缓解了社会矛盾 美国建国之初建立的国家经济社会制度 在新政中得到洋气 在历史的大潮中得以以崭新的面目 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为美国此后成为超一流的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新政中得到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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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bitternes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